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复活节的一周 这一周是很特殊的 因为实际上每一天从教会的教度来说 就是复活节 每一天好像我们就整个的礼仪就停止 在同一天我们会把天在那一天就是复活节 一直放行复活节对我们的意义 复活节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比圣诞节重要 因为耶稣死了而复活 使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复活 这是基督宗教 是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因此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 会看不同福音 怎么讲耶稣的复活 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是 第一部福音 就是马斗福音 在这里里面的门槛 有一些妇女 跑到坟墓那边 看开了 石头已经躲开 他们可以进去 但是没有看到耶稣 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突然在路上 他们就看到耶稣 那耶稣第一句话是说 愿你们平安 这也是复活的主耶稣 常常会说 祝你们平安 是传统的一个大招呼的方式 但是呢 在这里是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他们很难过 看到他被钉十字架上 所以先祝他们平安 然后他们开始 看得出来是他 他们就会有一点恐惧感 因为是不是是鬼 是不是真的是他 所以耶稣常要说 不要害怕 这个是我们 也是在复活节 一直听到 耶稣是告诉人 不要害怕 是我 是真的是他 他这些话 祝你们平安 也不要害怕 可以说是耶稣 面对这些 看到他的人一次 也面对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要说的一些话 所以后来呢 他给那些妇女 一个使命 他们要告诉门徒 他复活了 他们是第一些 传统福音的 过几天我们会看 若望福音 再谈到类似的故事 但是那个时候 只是谈到其中一个人 为玛窦来说 是所有这些妇女 我们在所有 耶稣复活的故事当中 我们常常会看 男女的角色很不一样 男生是比较不容易相信 他真的复活了 他们看也不信 有被人告诉他们 他们也很难相信 但是妇女都不这样子 他们看了 然后可以去传播这个福音 所以我们说 教会的第一批 真的做传教工作 就是妇女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之后在玛窦福音 有一个故事 是其他的福音没有 而这里是说 那些妇女离开之后 这些犹太的馆长 他们就听到 这个复活的故事 他们是想 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不要想 他真的复活了 但是师弟不在那边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说 可能是那些士兵 就太弱 有人来把他的议题偷走了 然后故事说 他们也给这些士兵 一些钱 使他们不会说实话 所以福音说 这个故事 直到我们现在 也就是说 福音写的时候 不是现在 真的现在 一直传下来 在那个地区 这个故事 我们没有别的记载 但是玛窦福音 很重视 耶稣跟犹太的关系 耶稣跟那些犹太人的关系 是特别面对他们说的 有人说 玛窦福音大概是 本来用阿拉美语 或希伯来文先写的 然后之后再翻成希腊文 所以很可能就是 第一部福音在那个历史上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原文的 我们只有这个希腊文版本 我们也没有在犹太的人的传统当中 太多这个传导现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反正这个已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 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记录 但是玛窦要是强调 真的耶稣复活了 不过我们会看 在每一个人旁导这个故事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自己在听到一个人 突然中死亡当中复活了 我们也一定也会觉得很奇怪 这么解释 所以有各种的解释 就会出现 当然为我们来说 只有耶稣是这样子的复活了 但是我们相信另外一些人 我们所有基督徒也会跟耶稣一起复活 我们以这个希望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